我如果是垄断的话 我是不是要列入我的边界收益曲线 对 那我又在谈的那一步 就这个M2 MR2 MR2 就是我的边界收益曲线 然后我再看我的成本 对应一下看 我的成本是多少 我要来定我的产量 对不对 对 我的成本在这里 我要定这个产量 我的成本在这里 我要定这个产量 对吧 岂不是其实最后的总产量 会更少比 就 怎么说呢 比预计的会少很多 对 没错 总产量更少 价格更高 利润还少 所以它会有福利损失 它会有福利损失 所以为什么 现在所有的这个 过会儿再说先事 先把这个模型说完 这个模型的设定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很简单的这个供给需求的设定 那么这个时候 好 好